因为疫情打乱了计划 淘基相关疫情现在烧进校园 而目前桃园累计有三所国小 因为一个人确诊 全校停课14天 为了减少校园群聚风险 事故也宣布 公司立国小提前一个礼拜放寒假 不现在家长也抱怨了 这消息实在是宣布的太过突然 让他们很难因应 有家长打算安排孩子 去短期的安清单 而对此 今天市长曾文餐也强调 家长除了可以请防疫照顾假 也可以把孩子送往学校集中照顾 小朋友背着书包提着餐袋 快步进入学校等会就要 期末考 淘基疫情延宵桃园多间小学 市府宣布公司立国小 以及公立幼儿园提前一周 傍含假假期前四天宣布 还是让家长有些措手不及 很困扰啊 因为太突然了吧 现在如果真的要放就只能 我还是上班 但是小孩子跟着爸爸去公司这样子 深圳的那个自营业它比较方便 就对 有点老 小孩没人顾吧 可是自己放下 许多家长 担心小孩没人顾 除了请假 也有家长立刻为孩子安排 短期安清班 对家长工作上面 安排比较不方便 可能就是短期的安清班 这样 没有的话就找爸妈帮忙 家长可以请防疫照顾假 如果有部分家长没有能力照顾 就比照去年三级期间 少部分的可以到校照顾 考量国小学童没打疫苗 染疫风险大 无论是同班跨班还是课外活动 都有传染风险 提早放假 减少群聚机会 就是希望疫情别再往校园蔓延 建筑长团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